所以我们不禁要问,替全民来问,蔡总统疫苗呢? 行政院苏院长疫苗呢?中央CTC疫苗呢? 因为没有疫苗,所以现在我们全国2300万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。 我们2300万人民现在每天都胆战心惊的过生活,因为怕染疫。 我们的医疗体系和人员几乎要崩溃掉。 我们全国的学生,我们的孩子都关在家里面,没有办法到学校去上课。 我们各行各业没有办法做生意,没有收入,也没有办法养家活口。 所以在这时候,我们要请教蔡总统,这样的生活到底还要持续多久? 不要画大饼,赶快给全民打疫苗。 我们的疫情不是现在才发生。 一年半以前,已经一年半以前就开始有疫情了,也给很多特别的预算。 但是现在全国2300万人民,现在全国各县市配发到的疫苗不过是七八十万剂。 包括今天给台中市的27000剂算在里面,现在全国2300万的国民里面,各县市家族拿到的,不过是七八十万剂。 几乎是全民没有疫苗。 太过离谱了,太离谱了。 所以我要请问蔡总统,现在是怎样? 苏院长,现在是怎样?